关于雷蒙多部长访华的有关情况 中方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大家可以查阅 在有关的会谈会见当中 中方就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表明了立场 借此机会我也想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介绍 昨天李强总理会见了雷蒙多部长 李强总理在会见当中指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把经贸问题犯政治化犯安全化 不仅严重影响两国关系与互信 也损害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 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双方应加强互利合作 减少摩擦对抗 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起 中国积极推动狂属平对外开放 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 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李强总理还指出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是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 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努力 拿出更多无事有意的行动 把中美关系维护好发展好 联盟多部长表示 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无意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美方也愿同中方加强 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 打击芬太尼等领域的合作 昨天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 也会见了雷蒙多部长 双方就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 会晤重要共识 及共同关系的经贸问题 进行了坦诚 务实建设性的讨论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301关税 对话出国管制 双向投资限制等措施的关切 中美双方同意 应继续保持沟通 支持两国企业开展 无视合作 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 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 依然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66%的在华美国企业将在未来两年保持和增加对华投资 我们希望美方将不寻求和中方脱钩等表态落到实处 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谢谢大家